不知道这几天 今天这个网军都在干嘛 这个韩明哥 今天网军应该是休息了吧 没有啊 有一个网军很高兴 四叉猫啊 四叉猫有留言说 我要拿这段时间上节目通告费 然后去 飞去日本玩 所以他最近也是 就是这段期间赚的蛮多的 而且他说接下来还可以 继续这个炒高宏安 是啊 他还可以继续炒 我觉得他会继续炒 继续炒 因为高宏安的事情其实还没完 因为高宏安接下来 民进党已经会用司法对付他 我就用司法对付他 即便他当上的这个市长之后 是 所以呢 我跟你讲 他们先用司法弄他 如果司法弄不下来 我告诉你 那个Who care we care都会出来 到时候再来罢免他一次 再来罢免他一次 所以高宏安有可能会面临是 罢免这个状况 先是司法 司法可能会决定 因为如果他万一真的 一审被判输的话 他就要被停职 那问题是如果 因为市长不像是明代嘛 不像是这个国会议员 就说他有一些部分的一些 是不是豁免权或是什么的 没有啊 没有什么豁免权 完全没有豁免权 就是看有没有证据而已 那如果司法弄不死的高宏安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用罢免弄高宏安 我觉得这是跑不掉的 因为其实民进党在2020最怕的人 其实不是侯友宜 他最怕的是柯文哲 你知道吗 你说最怕的是柯文哲 对 因为他们认为柯文哲是有能力 拉到中间选票的 所以他们比较怕这个 所以他们先继续来弄高宏安 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为什么这次选举全力打的是新竹 这是非常奇怪 因为新竹人很少又不是六都 新竹根本无关大局的 他几乎把八成的力量全部用来打新竹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们希望把民众党尖灭掉 所以他打的是背后的柯文哲 对 因为他目的就是要让柯文哲没有据脸 没有误牌 那可是问题是这一招失败 所以他们一定会持续纠缠 因为民进党认为他们就算再怎么不利 2022苏的再惨 他们在2022的时候只要抗中保台还拿出来 国民党的候选基本上没有办法抵挡这一招 他们会这样认为 而且美国人会支持他们 所以呢他们认为他们是稳的 唯一的变数就是柯文哲 因为他们不能让柯文哲这个变数出来 因为万一蓝军真的头昏了 真的蓝白河然后拱柯文哲出来选 请问一下怎么办 那又或是郭董也愿意出来 你要知道郭董是捐了500万疫苗的 台湾很多人是很感谢他的 如果郭董跟柯文哲合作代表蓝白军出征 这可能是民进党最怕的 对这可能是民进党最害怕的东西 所以当时他用疫苗叫去干掉 逼郭董先不参选同艺书 然后他现在要全力去围堵柯文哲 所以民进党其实他倒并不怎么 我觉得他并不怎么会害怕侯友宜 为什么他不害怕侯友宜你知道 就是刚刚有一个网友这样留言的 因为侯友宜一向不被认为是正蓝军 所以蓝军的蓝营内部很多人 其实对侯友宜是有疑虑的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选举的精算是非常厉害 那当然今年他们的选举选得如此糟糕 我觉得是洪耀福洪耀男 林熙耀这几个人搞出来的 我觉得他们可能用很多不确实的数据去骗蔡英文 让蔡英文做出了完全 所以蔡英文可能也被骗 就是他身旁这些 我觉得有可能 被认为是战犯的这些人 因为正常来说的话 你蔡英文过去从来没有跑选举跑这么轻 对 他会一直不断跑 尤其在最后两个里边密集的跑 对 那显然是因为他们绿营每天都会做民调 嗯 照理来说你跑了要民调有上升 嗯 才去跑才有效才会继续这样去跑 嗯 可是从最后的选举结果来看 显然蔡英文跑那段时间是完全无效 嗯 甚至还有负面反应 对 可是洪耀福跟林熙耀 你们到底有没有把真实的状况告诉蔡英文 对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判断你知道 因为那个林 那个另外那个总统府 现在回民营党那个叫林 胖胖那个 林荷明 林荷明 林荷明那个时候 每一次不管是怎么样对民营党负面的东西 林荷明去面对媒体解释说 这对我们是加分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在想他们可能同样用这一招去骗蔡英文 说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加分的 对 没关系我们都是正面的 陈思忠那时候被骂得跟狗一样的时候 林荷明去接受节目保安说 这对陈思忠大大加分 我觉得这个脑袋已经破洞到一个难以言喻了 可是搞不好他就是用这一招去跟蔡英文讲的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到最后期才会做这些 无用的努力 甚至还帮民营党丢掉更多的票 嗯 好 但我会问一下这个大千哥 因为刚刚讲到说战斧的部分 民进党内部高层揪出了五大战斧 我们再练一下 第一个就是新竹市的前市长林志杰 因为呢他的一师算是他先两命嘛 新竹跟桃园先两命了嘛 就是说林志杰一师先两命了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秘书长林喜耀 副秘书长林赫明刚提到了 胖胖的林赫明 还有呢 硬性的洪耀福跟洪耀男两兄弟 这个部分呢是民进党内部高层呢 揪出了五大的战斧 那另外呢 吴霸大学教授纽泽勋也提到一个人 就是薛瑞源 他说这个薛瑞源的疫苗前课说的论述 是成为压垮城市中选情的最后一根的稻草 你怎么看就说民进党内呢 现在自己赶快再揪战斧的部分 这个部分会有什么样的效应吗 所谓的民进党内部高层 应该是其他的派系 应系之外 应该是应系以外其他的派系 早就已经磨刀霍霍 准备在这一次的败选之后 对应系开刀了 他们应该是选嫌就已经磨刀霍霍 当然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放这个话的吗 我记得昨天我还坐在 坐在中视的台上 那个票大概还没有完全开完 他已经准备好了 新闻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准备好就把他要出了 对民进党内部高层就已经放话了 就是说这五大战犯啊 所以这昨天票还没开完 就已经五大战犯出来了 代表他们早就已经是 这个忍了很久了 平常过去敢怒而不敢言 这一次刚好给他们逮到了机会 有一个这个阴系的破口了 他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罩门了 那么这五个战犯 其实它是分别是有不同的责任问题 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它不止这五个 最主要还有一个战犯是陈时中 就陈时中的防御做得太烂 可是为什么不敢把陈时中放在战犯里头 因为如果陈时中是战犯 跟陈时中牵连的人可多了 比如说苏贞昌啊 蔡英文啊 陈建仁啊 这些都是战犯 民进党哪一个人没有跟陈时中绑在一起 民进党哪一个人没有在过去这两年 多位陈时中这个辩护捍卫过 所以陈时中明明就是民进党 最大仇恨值的来源 可是大家不敢把他摆在里头啊 所以没有陈时中就那五个了 那那五个人各有不同的责任啊 那林志坚他的论文的问题 那林习耀他们批评林习耀跟林贺民 是网军跟侧翼的问题 说放任网军跟侧翼变自走袍 然后洪耀福跟洪耀南的问题是 这个错误的提名政策 就是刻意一定要提这个陈时中或者是林志坚 所以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责任 但是目标都是一致的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拉小英下来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密切观察 在未来这一两周 就是你仔细看一下小英的操作策略 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某种程度他是很沉得住气的人 就是他宣布辞职之后 2018年是一样的故事戏 他宣布请辞 然后代理主席 大家就想小英完了 这个不用连任了 不可能了 然后他接下来再经过一个 沉淀的过程当中 又开始在台面下积极的布局 然后布好局了之后又再次的出手 所以这个小英2018年是这样做 他2020年显然也会用 同样的危机处理的模式来做这件事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密切观察的 一定就是只有一个位置 就是党主席究竟是谁 党主席究竟要给谁做 那不是代理党主席 是党主席要给谁做 因为现在所谓的代理党主席 陈其迈某种程度还是英系的人 他也是小英当时在扁案之后 一手把陈其迈拉出泥闹钟 然后一步一步的栽培上来的 所以陈其迈现在当代理主席 跟英系掌握党权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他一样 背后的淫武者一样是小英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蔡英文究竟 是不是真的跛脚 那要看党主席最后落到谁的手上 如果落到其他派系的手上 如果落到像赖清德的独派势力的手上 那当然蔡英文注定跛脚了 那第二个我们要观察的是 你说这个我当然知道说 这个尖歌期待借由这一次的选举 让大家看到我们对于1450 对于网军侧翼这些垃圾蟑螂的愤怒 但是你说民进党会放弃吗 不会的 英系怎么起家的 英系不就是靠彻翼网军起家的吗 蔡英文怎么起家的 蔡英文怎么塑造他文青形象的 他不就是靠网路上这些KOL吗 卖东西的卖东西来支撑他 各行各业在网路上的这些意见领袖 可都是小英当蔡英文当年的座上兵 蔡英文拉拢这些人 比拉拢其他的国策顾问 跟总统府资政还要卖力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在网路上有声量 因为蔡英文的权利 民进党在这几年的 这个风声水起的好日子 其实都是因为有网军侧翼 在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 在做各式各样肮脏的工作 2020年我们被网军侧翼 狠狠的这个算计过一次 所以我们终于了解说 民进党操作网军跟侧翼 以前大家想象所谓的网军 就是上来帮你按赞 或者是到对手的 这个FB去帮你留言骂对手 错了 人家现在的网军侧翼 已经是升级到不知道第几个阶段了 人家的网军侧翼可以扮演 各式各样的角色跟功能 可以反窜了 所以反窜接下来 我相信民进党的1450不会停止 就是现在我们在过去 这2020年到现在 这两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深入的来研究了网军 他们的组成 他们的分布 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的网军在哪里 都是在现在各式各样的 中小型的什么资讯公司 公关公司 这些公司平时接的很多 来自于民进党的案子 都是要签保密协定的 签了保密协定之后 这个公司就要负责 比如说派出多少个账号 然后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然后在这个角色里头 来扮演攻击防守的这个任务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注意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辣碗报》的 这个留言板上 其实过去就有很多1450来反窜 所以接下来 民进党的网军侧翼 一定会做一件事 宾哥你想不相信他一定会开始挑起国民党内斗 一定会 他一定会扮演 比如说我是猪的支持者 然后那个人就是我是猴的支持者 然后开始对骂对干了 然后整个国民党忽然之间 好像大家彼此杀的 这个人羊马翻了 彼此刀刀见血了 可是其实搞了个半天在杀的人 都不是我们自己人 都是民进党车意在被最杀的 这些什么支持猴的人 什么力挺猪的人 什么力挺这个谁的人 可能都不见得是 当然我不排除 有一些的确是 这个我们国民党 这些政治人物的支持者 可是我们一定要盛防的是2020年 民进党搞的这一招 2022年他可能会重复再来一次 做一次 然后让他2024年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选举环境跟条件 老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足够出人物 CPI444